大家好,這是我們B潭的廁所經濟第二集 如果沒看過上集的請點上方的連結 對,沒錯,我這次到了B潭 要做一個關於廁所的都市傳說 本來是想要尋找上一集開頭那名網友說闡述的公廁 但是因為搜尋未顧 所以後來我就跑到山下的廁所來進行這個都市傳說 至於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對,等一下 我過來了 我走下來了 這個出口的地方 對 現在的時間呢是 兩點五十四分 然後你們看到剛剛那個電話嗎 小明天叫我趕快下來 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不過呢 有建議因為我剛剛在上面找不到廁所 所以呢我想說我就下去 B潭的 確定下沒有廁所的地方 挑戰那個都市傳說 我剛剛一個人在上面 不知道想號有多少頭細胞 對,來到這個地方 那旁邊呢就是我們的這個廁所 我調去這個廁所 調成那個獨自傳說 對,那根據一般的慣例呢 進來前呢感覺就是 要先花子一下 對,然後才開始調在第一個獨自傳說 上廁所 我現在 試試看花子 花子 呃 花子你在嗎 嗯 花子你在嗎 對,那邊 花兒在這兒 花子 妳找到一個人 花子 妳 妳 妳 你應該感覺有人摸口子啊 你不要感覺有人摸口子啊 那第二個東西傳說呢 就是要在2點之後 射水爆出口 欸 你把打到ので 對 這個爆出口 我覺得比較還好 因為 看起來很多人應該都會在社會武灣 尤其是學校 然後第三段是 不要看這個測門裡面 自己的倒影 我比較 dungeons 就來看一下 好 你看到自己的倒影嗎 有了有了 這裡這裡這裡 有了 然後倒影 好 看起來 沒有怎麼樣 當美方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等一下就在這個位置 對著這裡小便 好 試試看 OK 看起來真的沒有任何事 然後我們去後續趕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趕的時間啦 沒錯 這次呢 基本上可以說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其實也不會太出無意料啦 那唯一比較奇怪的是 我在山上一個像是大劇院的那個平台的時候 我接到了小咪的電話 那電話那一頭呢 小咪說 我打給他 他沒有接到 好 OK 我現在即將開始播放 這個音樂 喂 蛤 但是你們可以看到那個時候畫面 裡面的我正在播放的地獄之歌 而我們後來有去對照了一下 來練顯示 的確 那邊顯示的真的是我打給他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應該不能說是靈異實踐 因為畢竟山上的訊號不好 又那麼晚 這種電子設備 這種狀況本來就 不可能嘛 對 那關於碧壇的傳說呢 我之前還有在這邊做過 人面有講過那邊的故事 有興趣更深入了解碧壇這個地方的人呢 可以去看看我那兩支影片 至於在碧壇1952年設立的那個幸福樂園 從他荒廢之後 就會一直傳出鬧鬼的傳聞嘛 有不少的人想去找那個幸福樂園 一探他的這面目 但是呢 似乎都沒有找到那個幸福樂園的地址 如果你知道那個地方在哪兒的話 或是你已經確定那個地方已經拆掉的話 但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那疫情最近真的蠻險峻的 希望大家 記得一定要戴好口罩 保護自己 保護他人 不要一個不小心 就出賣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OK 那我們今天渡床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對方的喜歡 謝謝老師我問夠 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